絲花、綿密 巧克力控和芝士控的最愛 今天我們做巧克力巴斯克芝士蛋糕 大家好,我是奧地利的小吳 如果我的視頻對你有幫助,請點讚、分享 開始吧! 第一步,過離倒水 小火加熱 隔水融化巧克力 我今天用百分之幾十的黑巧克力 這樣不會那麼甜 我聽說中國人對外國甜品最高的評價是不甜 你們也這樣覺得嗎? 然後在盆子裡加奶油芝士 再加糖 攪拌均勻 然後加過曬的可可粉 為什麼麵粉、可可粉這樣的東西要過曬? 因為如果沒有過曬 這個小lump 就在你的蛋糕裡 再加鹽和香蕉筋 攪拌均勻 分次攪入雞蛋 不停地攪拌均勻 適當手續攪拌均勻 再加融化的巧克力 然後! 分次加入温熱的奶油 不停地攪拌均勻 锅塞倒进蒲了红杯汁的抹去里 为什么锅塞这样蛋糕里没有气泡 然后轻轻增一下抹去 以免最后的气泡也会冒出来 这样放进油热的烤箱 230度烤20到25分钟 芝士蛋糕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最要取决于当地的芝士 有的芝士很绵密丝滑 有的芝士是克力状 脂肪含量也不一样 像New York Cheesecake用的奶油脂肪 脂肪含量高 德高芝士蛋糕用的Quark 脂肪含量相对低 所以口感没有那么丝滑 可以跟着你喜欢的口感选不同的芝士蛋糕 烤完后换一换中间是不同的 那是紧张的 里面就是绵密丝滑的 这样让它冷静10到15分钟 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在冰水里 最小冷床 所以小时最好过夜 这个就是这个食谱最难的部分 闻得这么香 但是不可以吃 但是你真的要等一下 冷床然后我们看一下 哇 我登不及来 洗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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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say it the creamy milkiness of the cream cheese together with the rich chocolate flavor especially because I use dark chocolate it has like this kind of really deep intense chocolate flavor 哇 我觉得 这个巧克力食试蛋糕 比普通的巴斯克食试蛋糕 肯定更好吃 我今天可能 一层个食试蛋糕 一个人吃 这么酷 然后就有这个 我看这两个食试蛋糕 是一层个食试蛋糕 是一层个食试蛋糕 都是一层个食试蛋糕 嗯